就在不久之前 周杰伦发行了单曲《圣诞星》 引发网路上的大量关注 甚至登上Spotify在纽约时代广场上的看板 毕竟身为华语流行天王 人们总是会对其作品感到好奇 然而就在歌曲上架后 就引发了网路上正翻两极的评价 却让我们从音乐的角度分析这首歌曲 平心而论 究竟是被人们低估的佳作 疑惑是只是平庸无奇的流量歌曲 圣诞星是周杰伦推出的单曲小品 节奏一开始可以听见碧如柴火的声音 这种用环境音效作为开场的手法 在周杰伦的歌曲中算是常见的 比如三年二班前奏的足球声 或者更早骑斗牛一开始的篮球声 都有呼应主题的功能 不只是周杰伦 甚至更早之前张惠妹的听海 也是以海浪声作为开场 紧接着一段电吉他MIDI的音效 为歌曲揭开了序幕 铃铛声营造出圣诞节的氛围 响指声则是RMB歌曲常见的节奏标志 这在陶者早期的歌曲非常常见 这里面最能带出圣诞节气氛的 莫过于连续有致的铃铛声 这段和弦的进行大致为Dmaj7 C sharp7 F sharp minor7 E minor7 A7 这个走向并没有太大的特色 以A7作为过渡功能的附属七和弦 也是流行歌曲中随处可见的技巧 不过按理来说即使是简单的和弦进行 周杰伦也能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 因此目前为止我们先上且别感到失望 让我们来听听主歌的部分吧 主歌的部分和弦进行依旧 在第一段落之后加进了贝斯与鼓祖 这个风格在周杰伦早期歌曲中也相当常见 从爱在戏院前的前奏 到早期冷门的对不起前奏 都有这种掀开一部分音轨 再加进低音鼓祖音轨的手法 只不过这是2023年了 同样的做法并无太多新意 如果说人生与旋律的部分 有值得称许的地方 那大概就是有放进一点和声 比如稍去的想念这句 或是倒戈断斗中来来断乱 但是在周杰伦的作品中 也是相当常见的了 比如动牛自导自演 也有这种手法 目前为止也都是使用旧有的套路而已 我们依然期待着 肩奏会有突如其来的变化 或是最后一段来个声调 然而很快我们就发现 这首歌曲的和弦进行贯彻始终 甚至是编曲的配器安排也都如出一彻 即使直接跳到最后一段副歌 背景的编曲也几乎都是一样的 副歌的旋律 重归重矩 几乎都在固定的音区 没有像以前那样出色的高音 旋律首相甚至有些类似热镜专期的那首 明如霜 现在来评论一下编曲的部分 圣诞星这首歌 让人稍微感到惊喜 大概就是前奏的壁如生 以及铃铛的部分了 但似乎也仅此而已 因为整套四个小级的编曲 几乎贯穿了全曲 即使到最后一段 你也听不出来与前面到底有何不同 你要知道 很多歌曲从头到尾 都是用同一组和弦进行 但乐器编排至少也会有所变化 而这首歌的编曲几乎都是副纸贴上的 像是听了一段循环了三分钟的beat 很难想象吧 这种连编曲初学者都能够做得更好的作品 竟然是出自于华语流行天王之手的最新单曲 正是因为这首歌曲的音乐水平相当于临时粗糙感出来的期末报告 才会导致不少负面的声浪 如果说这首歌所以令人失望的原因 那么编曲可能占了最大的比重 周杰伦近年来不少歌曲都是出自于黄语勋之首 这首歌可能也不例外 但相较于黄语勋过去的编曲水平而言 这首歌似乎又更低下了点 甚至连吉他鼓舞组这些乐器 都是用最廉价的media音效 反观竟然许多主流音乐作品 都是邀请乐团编排进行现场试录的 最后回头看看第二段主歌的部分 这一段是由杨瑞戴所演唱的 歌声用了点autotune 带有吉取电音的痕迹 这与歌曲的整体风格是有点违和 相对而言同样有杨瑞戴参与了等你下课 无论是作曲编曲演唱等歌方面 速度还比圣诞星略胜一筹 圣诞星的作词部分 没有方文山或黄军狼操到的生命风格 作曲保了周杰伦一如既往的曲风并无创新 而编曲的部分则最为可惜 毕竟身为登上国际舞台的华语流行天王 所拥有的成本必然能打造出更高品质的乐器编排 以及MV制作 或许周杰伦近年来的生涯中心 已从音乐转移至家庭 综艺 旅游 艺术 艺术 等方面 在音乐的用心程度也很明显与以往有落差 即使是2016年的爱情废材 编曲更加晚了一扇 可能还更有冬天的氛围 总体而言 圣诞星并不难听 但确实是一首平庸无奇的歌曲 之所以招来排山倒海的负评 是因为它各方面并不符合周杰伦这个天王地位 应有的创作水准 特别是编曲的部分 过度重复与廉价配器的选用 造成听感层面上粗糙法味 也少了早期周杰伦天马行空的风格 粉丝们一再的期待 往往招来一再的失望 但如今的周杰伦 心境大概已不是当年那个不可一世的少年狼了 反而更像是在游山玩水的过程中 将灵感写成旋律 歌迷分享 除此之外 杰伦的嗓音也再不是当年那个头一歪 就可以飙响搁浅C-5高音的白毛轮 演唱时期的退化了心境的表面 让周杰伦的新歌招来各种回不去了的失落声浪 我们也无法指望杰伦再次写出 暗黑三部曲那样的神作 有些人会说是因为周杰伦早期的作品太神了 所以这首圣诞星相行见处 不过我认为周杰伦身为荣登国际舞台的滑流天王 即使嗓音退化了 也可能比较力不从心于音乐创作上 至少编曲不太应该用这么廉价粗糙的秘密 音效来搪塞过去 这已经不仅仅低于杰伦早期作品的水准 而是已经远低于如今世界歌里主流音乐的创作水准了 不过这也可能涉及周杰伦身边团队的运作 歌迷的声音是否能让他听见并做出改变 我们也无从得知 以其如此抱持着且听且珍惜的心态 或许会让身为歌迷的我们更舒服些吧 但是我就是要这样的音乐 谁叫我是周杰伦